据台媒报道,当地时间27号,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场会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。 民进党当局称其目标是与美签订所谓贸易协定。 看来,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,不惜再一次与国外反华势力勾连,继续充当外部势力榨取台湾经济成果的帮凶。 明眼人都看得出,所谓倡议不但不是协议,其约束力甚至比不上框架。 因此,在令人眼花缭乱的11项文字内容背后,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先天不足,注定形势大于实质一语。 说到底,台湾要的是与美国签署全面的自贸协定,以及加入印太经济框架,但是这些要求美国不打算满足。 于是,把台湾挡在印太经济框架门外之后,又拿这个空泛虚化的所谓倡议来掉民进党当局的胃口,欺骗台湾民众。 既然所谓的倡议没有硬性条款,以美国霸权的强势和美国优先的先例,这注定是一场美国得力,台湾让利的谈判。 台湾不但难以从美国那里捞到什么好处,恐怕还要把仅剩的一点家底也搭上。 已经有专家指出,所谓倡议已选定的11个议题符合美方利益,是美方迫使对手提高成本并降低其贸易竞争力的议题。 而且该倡议恐怕会剑制台湾半导体产业。 此前,在把台湾去之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层面,美日韩已有合作共识,要降低对台湾地区半导体供应链的依赖。 这让人不禁担心,一旦所谓倡议谈判深入下去,以民进党当局对美国予取予求的过往表现来看,台湾地区的芯片业还保得住吗? 可见,无论民进党当局和美方怎么谈,美国都是稳赚不赔,台湾地区却可能未蒙其力,先受其害。 民进党当局吹嘘倡议成果的所谓大内宣,就像吃莱猪有助于加入CPTPP的谎言一样,是为了选举向选民有个交代。 岛内的工商业者和台湾民众要尽早清醒,不要让民进党伤害岛内因疫情早已疲弱不堪的经济,把台湾仅剩的一点家底靠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